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亚婷 上期节目带您了解疫情加剧全球同工问题 这期节目带您来看印尼首都雅加达 也有孩童在贫困中求生 他们被称作小银人 全身涂满银色的颜料 穿梭在车阵中鞠躬微笑 赚点钱贴补家用 他们明显低于印尼规定的合法就业年龄 多次被社会局取缔 但是情况依旧没有改善 原因就出在疫情冲击下 印尼的贫穷率来到近年的最高点 有大约2600多万人每天生活费还不到新台币88元 雅加达东区购物中心附近 赚钱 铁补家用 像南昂这样的孩子其实不少 他们常常在中午过后聚集 年纪最小的只有8岁 他们合买一罐约25000亿米顿 约新台币50元的颜料 熟练的将颜料均匀涂抹在脸上和手脚 涂成小名人 尽管印尼规定合法就业年龄为15岁 13岁可尝试轻度劳动 但同工问题在天乡更是严重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20年发表报告指出 印尼10到17岁的孩童中 就有400万的孩童在工作或是当同工 而5岁至10岁的资料复之确如 社会局官员即使依法取利将孩子带到社会局 通知父母带回家 情况依旧没改善 疫情严重冲击底层民众的生活 乞讨者也难以生存 世界银行今年4月的报告指出 印尼2020年9月的贫穷率为10.2% 是自2017年来的最高点 约有2600多万人的每日生活费低于3.2美元 约新台币88元 32岁的欧曼因为疫情影响收入减少 他干脆买下假面骑士服装 当起街头艺员 希望能有更多机会cosplay赚取活动费 正在夹杂废弃于喇叭声的车流中讨生活 对欧曼来说相较于自身安危 他更担心被执法人员盯上 没收他的身材工具 欧曼说他能了解执勤人员的辛劳 但为了养家 也只能尽量挑选不妨碍交通的地点 做这份工作 让家人过好一点的生活 中央社卷石壽娟 养家打暴动 全球视野除了在中央社网站 和华视频道看得见之外 也有粉丝团咯 只要在Facebook搜寻关键字 中央社影音新闻CNA TV 或是扫描QR Code就能找到 我们将持续为您推荐 国内外最夯的新闻时事 欢迎按赞追踪分享 让全球视野打开你的视野 在海外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5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迈动 纽约市长民主党初选投票结果出炉 原本颇受外界看好的台裔参选人杨安泽 未料在众多选将中 得票大幅落后领先群 只排名到第四 政治素人光环 褪色的他随后承认败选 并且承诺协助新市长 改善受疫情冲击的民众生活 在任何人从任何人看过来 我们选择跟另一位候选择 你们都知道我选择跟 Catherine Garcia 因为她是我的最好选择 我选择这次选择 但我们不会确定 谁是来的 但谁是这位 我会很高兴地工作 我們要跟他們一起努力 幫助8.3萬人的生活 所屬於我們的大城市 我願意大家來做這個事情 是涉及民調 頂著政治素人的光環 楊安泽一度在選戰中 獨領風騷 但從初步計票結果觀察 大蘋果的選民們 最終仍傾向由亞當斯等政壇老鳥 掌管這座全美首區一旨的大城 門外喊的身份 最終仍是楊安泽 戰敗的致命傷 中央社記者尹俊傑 紐約報導 以色列的市集上 人潮吸來然望 卻幾乎沒有民眾佩戴口罩 才剛卸下戒備 解除室內外口罩禁令 回歸正常生活 恐怕又要收心了 隨著Delta變種病毒 來勢洶洶 以色列爆發新一波本土疫情 單日確診破百 主要起源自日前北部校園的群聚感染 44名未接種疫苗的學生 確診Delta變種病毒 以色列總理班奈特 再度呼籲青少年 儘速接種疫苗 我們正確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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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 都在新一波疫情 在新一波疫情 也不只燒到青少年 有幾名接種過疫苗的成年人 也被感染 根據當地媒體報導 這波疫情的源頭 是海外歸國的民眾傳進來的 並非本土疫情 政府除了決定 在機場設置新的擴大篩檢區 也宣布學校室內回復戴口罩 以色列已有過半人口接種疫苗 新則確診人數一度降至個位數 如今變種病毒肆虐 也讓更多疫苗接種率高的國家 再度提高戒備 中央社綜合報導 美中較近從地面延伸到太空 中國2019年發射嫦娥4號探測器到月球背面 今年5月緊接著美國之後 在火星成功登陸探測車 最近又發射神舟12號載人太空船 並且完成和太空站的對接 沿見北京相繼成功探測月球火星 並且建置太空站 美國NASA向國會告急爭取更多預算 放眼2024年重返月球 2028探索金星 也維繫美國的太空領先優勢 這場美中的太空競竹 外界也持續關注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在華視頻道和中央社網站都有播出 我是張亞婷 我們再會 我們在華視界 我們在華視界的下空站 我們在華視界中的探測 有什麼問題 我們在華視界中的探測 我們在華視界中的探測 一個探測 真正的探測 我們在華視界中的探測 我們在華視界中的探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